所有人都知道周周喜欢我 他爱我爱到了骨子里 五年来 他需要看着我演的电视剧 听着我的声音才能入睡 他卧室的床头 至今还摆放着我的照片 有关于我的一切 他五年来一直保留至今 可他貌似忘记 我们早就分手了 分手是他提的 他说 对不起 我现在正是事业上升期 谈恋爱会拖累我的前途 宁宁 你会理解我的吧 你会理解我的吧 那当时我的确心软 不忍心看着优秀的他 才华埋没 既然他想要自由 那么我就放手 跟周周分手后 我拒绝一切表白 一头扎进事业里 老话承不弃我 果然是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 红得一塌糊涂 还被粉丝们奉为 那于第一影后 在一次庆功宴上 我和周周重逢 那时 我是资方眼里的香波波 坐上宾 而他则是一位富婆养的小白脸 带着把吉他来现场 我不知道富婆带他参加过多少场这样的应酬 只知道那天他状态不好 一连弹错好几个音符 富婆很不满意 当晚便和他分手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经纪人问我 你不会心疼到又要手把手提携他吧 我淡淡一笑 摇摇头 我不是菩萨 更不会度人 这件事很快被我忘却脑后 再次得知周周的消息 是在视频网站上看到他的采访 熟悉的脸庞 熟悉的声音 但眼底那股清澈的灵气 却被复杂代替 他对着镜头 深情款款地道 我最想感谢的人 是我的前女友 他陪我度过最艰难的那段岁月 如今虽然我们已经分开 但只要他过得好 过得幸福 我也就此生无憾了 听听 多深情呢 他靠着深情人设 迅速火遍网络 在不经意地透露出 前女友是我后 更是引起轩然大波 周周终于迎来事业的高潮 被大众获知和认可 微博上曾一度流传一句话 嫁人当嫁周周 几乎每天都有她的粉丝 在我微博下留言 姐姐 周周那么好 吃一口回头草那么难吗 回头草不难 难的是要看草的质量 周周看我并没有出面反驳 更加肆无忌惮地 在网上对我表白 五年后 我们再次同台 是因为共同参加了一个恋宗节目 我作为嘉宾的恋爱导师出席 被粉丝誉为深情眼的周周 故意频频看我 向我搭话 宁宁 好久不见 这些年我很想你 我疏离而淡漠地同她保持距离 道 悟念 没有你 我过得很好 周周神色一变 眉头皱了起来 宁宁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我承认 当年的自己很混蛋 但那时我年轻 我觉得她有些过分了 尤其是在镜头前 不好意思 我没有生你的气 请你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 我已经订婚了 周周的身子颤了一下 难以置信地问 你说什么 同以汉语为母语 我的话不难理解吧 主持人和嘉宾们已经望过来 弹幕上也在吵 大概都在诧异我和周周之间 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 我已经订婚了 我只当什么都没看见 一字一句地强调了 我已经订婚的事实 我和周周已经分手五年了 而且是她提的分手 莫非她演深情人设 还演上瘾了 觉得我会一辈子站在原地等她 怎么可能 她却像是听见了天大的笑话 对着镜头就是一通深情输出 眼眶都红了 我们曾经说过那么多情话 你难道都忘了 还是你觉得 现在你我身份悬殊 我已经配不上你 宋宁 我没想到你这么物质 真就癞蛤蟆掉鞋面上 不咬人 大恶心人 影后粉的眼睛 可是雪亮的 周周想攀咬我 可没那么容易 而我也听得只想笑 情话是说过不少 但那是热恋气的机操 至于我物质 当初她说 她处在事业上升期 而选择分手时 她自己怎么就不物质了 还当着镜头给我贴标签 周周 我劝你别太过分 我冷了脸警告她 这段时间 她在我的底线上疯狂试探 我没搭理她 但她竟然当面碰瓷 那就别怪我对她不客气 你居然凶我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好像受了多大伤害似的 我特么差点就吐了 果然有什么主子 就有什么狗 乱废的本事绝了 周周也看见了弹幕 眼底泄出微不可查的得意来 我气急返笑 请问你是我的谁 上来就对我各种言语骚扰 颠倒是非 我不仅要忍受 还得把你供起来是不是 给富婆当惯了小白脸 索性脸皮也不要了是吧 周周一噎 眼神运怒起来 但她极快地垂了眸 在抬头时眼底含泪 模样凄楚 我至今还在等你 我以为你也 以为我也等她 这个狗东西 我不如她时 她就提分手 让我理解理解她 现在她不如我了 就想死缠着我不放 不好意思 我早忘了你 不是想恶心我 好让她自己出名吗 我成全她 我瞥了眼她惊恶的表情 冷冷地说道 刚刚你自己也说了 是你当年很混蛋 对不起我 怎么混蛋 我就不说了 就问一个对我混蛋的人 五年来从没联系过 现在突然跑出来装深情 还指责我物质 我凭什么要对这个人客气 我是脑子进水 还是失忆了 还把她当成宝 现场骤然安静 就连刚才还猛刷的弹幕 也猛然停了一瞬 周周也不解释 就那么七处哀伤地看着我 好像她有多心痛难过似的 弹幕停了停 又开刷 说什么都过去五年了 周周也已经知错 我何必要揪着往事不放 还说她真的喜欢我 让我俩原地领证结婚得了 我看得真的超恶心 未经她人苦 莫劝她人善 我冷着脸留下句话 就离开了直播室 这是没出我意料 很快就上了热搜 而且周周还极快地 发了篇小作文 各种忏悔懊恼当年的行为 生情病茂 催人泪下 惹得那些脑残粉 跑到我微博下 各种催我原谅她 重归于好 好像我不原谅周周 就是我的错 你别和她一般见识 经纪人劝我别生气 那个狗东西 就是想蹭你的热度 你越搭理她 她越来劲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她蹦跶得无法无天 已经惹起了我的脑火 我必须反击 她那篇小作文爱特了我 我只回了四个字 不熟 勿扰 本来周周蹭热度 我是不屑于管的 毕竟娱乐圈多的是这种事 但她把蹭热度 蹭成了碰瓷我 那热度也就别蹭了 我刚把澄清的小作文 编辑好发出去 沈郎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温生问我 现在什么情况 她想踩着我上位 沈郎是京圈太子爷 也是我的未婚夫 这几天她在外地出差 工作繁忙 这是我本不想跟她说的 但她一问 我又委屈起来 跟沈郎说了一通 周周的无耻行径 憋着的那股情绪 总算宣泄出来了 心里好受许多 我也只在她面前 能软下性子 而她温生安抚着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帮你兜底 嗯 你也不用担心我 她的温炎软鱼 大概就是最好的良药 就听她在手机里笑叹 你都被人欺负了 我怎么能不担心 我会尽快忙完的 她是要加急赶回来吗 心里甜丝丝的 和她聊了许久 才舍得挂电话 我和沈郎 是在我与周周分手后认识的 那会儿我被周周的朋友嘲讽 说我被抛弃 还抢我资源 使路过的沈郎 出手帮了我 那几年里 不止我拼命努力 沈郎也默默地帮了我许多 更是用她的温柔和耐心 治愈了我心里的伤痛 所以在拿到影后桂冠时 我和她也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如果她回来 我想 空气都应该是甜的吧 我的澄清公告发上去后 并没有产生多大作用 事件反而愈演愈烈 周周的脑残粉 一厢情愿地认为 周周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不原谅她 就是我矫情 甚至有人辱骂我 说我不和周周结婚 就要顺着网线来砍我 经纪人都恼了 她怎么死不要脸 可这点骂对周周来说 不痛不痒 经纪人又牵头 把我和周周 还有她经纪人 喊到了导演室 当着导演的面公开谈判 导演其实挺快乐的 毕竟我和周周闹得越凶 她的收视率就越好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别红脸 她堆着笑脸打圆场 有什么话 大家敞开了说 更何况 她俩曾经还那么要好 您也说了 是曾经 经经人那姐率先脑道 不经我们同意 擅自炒冷饭 有意思吗 这话说的 周周缅怀过去也有错 周周的经纪人张头鼠目 笑起来总有骨子 阴险狡诈的味道 我们没强求宋宁小姐 做任何回应 你们可以当看不见 笑话 周周的粉丝 都跑到我们家宋宁的微博下 安盈扎寨了 还叫我们无视 那是粉丝的自发行为 和我们无关 她推得一干二净 那姐气笑了 还要再说 我叫住了她 别和她浪费口水 我算是看明白了 他们就是打定主意 要踩着我上位 不达目的 又怎么会甘心 周周 她抬眼看我 明明还是那张脸 却再也没有心动的感觉了 所谓的深情眼看着我 带出一抹伤感痛出来 宁宁 我真的海埃 打住 我截断她的话 冷淡道 当初是你说 你处在事业上升期 要和我分手 让我理解你 我同意了你 追求事业的行为 也麻烦你 现在要点脸 周周 别让我看不起你 好歹也是个男人 别做那些下三滥的事 她瞳孔皱缩 凝成锋芒 盯着我的眼神里 多了痛苦与后悔 但最终还是摆上了 那副哀哀戚戚的模样 宁宁 我错了 跟烂人讲道理 真是件特别愚蠢的事情 如果再发表那些 似是而非的言论 对我造成不良影响 就别怪我报警处理 扔下话 我拉着那劫走了 她出门就骂 你拦着我干什么 那个狗东西 就是欠骂 是怕脏了您的嘴 我也不知道 哪来的心情 还能笑着安抚她 她满脸无奈 你呀 就是心大 我也觉得 心若不大 就走不出从前的阴影 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你跟沈少联系没有 她咬着牙骂周周 那个狗东西 就是觉得你好欺负 所以死皮赖脸地 缠着你不放 你把沈少摆出来 咱弄死她 扑 我笑出声来 我也正有此意 网上舆论越发过分了 也不知道 谁扒出了我和周周 是校园情侣的事 竟然骚扰我的师长和同学 可是他们都知道 是周周先放弃的我 有同学开始帮我发声 可是脑残粉跟疯狗似的 谁帮我说话就咬谁 连圈里好友都不能幸免 但凡是祝福 我和周周洗劫连礼的 都被夸了 那姐感慨 这世道都变了呀 我不知可否 跟风蹭热度的网红 大V不知反几 就是投诉都投诉不过来 下午练宗继续拍摄 我刻意晚到 挑了个离周周最远的角落坐着 直播间的人气 也开始嗖嗖地往上窜 主持人兴致高昂地 说着开场白 而我已经在心里想好了 下次绝对不参加什么练宗了 哪怕是做导师 人气再高 我也不去 第一个游戏环节 真心话大冒险 主持人的声音 忽然飘进我耳朵里 我愣了下 这不是节目单上最后的环节吗 但导演都没意义 显然单子掉过了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胜在刺激有趣 第一轮是一个女嘉宾输了 她选择大冒险 随即向现场的人告白 结果这姐们机智地挑了我 我很喜欢宁姐的演技 希望以后能有合作的机会 好的 我学废了 原来表白还可以这样玩 第二轮输的是周周 不知为何 我总有种不好的感觉 果然 狗东西竟然也有样学样 向我告白 宁宁 我一直爱着你 从前我糊涂 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和我在一起 好不好 她还故意朝我抛电眼 眼睛不想要了挖掉喂狗啊 恶心我干什么 我冷冷地盯着周周 你一句糊涂 就抹掉了你所有过错 怎么 在你眼里我是个傻子 姓周的 你已经踩到了我的底线 我拿起手机就要报警 嘉宾们都惊叫起来 但是号码还没拨出去 就见直播式的门被推开 让我魂牵梦营的身影 竟然出现在门口 镜头立即跟过去 而她微微一笑 姿态高雅且金贵 大家好 我是宋宁的未婚夫 沈郎 周周脸色趋黑 沈郎则自顾坐得到了我身边 我刚刚进来时 听见有人强迫我未婚妻 和她复合 好的 不愧是她 一上来就是修罗场 嘉宾们的眼睛 瞬间都亮了 是我 我以为周周会当缩头乌龟 没想到她却欺然应声 眼尾泛红 眼底扑着薄薄水光 就那么哀伤地看着我 宁宁 原来你真的走了 我真的会谢好吧 她不攀咬我 就会死是不是 看来周先生耳背 那我再隆重地向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未婚夫 沈郎 官宣而已 我没带怕的 沈郎文言 牵起我的手勾唇倾笑 老婆 你应该告诉她 我们婚期已定 嗯 我只是觉得和她不熟 不想告知 我反握住沈郎的手 当初我被分手 扛着痛苦咬牙工作时 是沈郎用温柔和耐心救了我 他是我的阳光和呼吸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你怎么忍心 宁宁 我那样爱你 你怎么忍心在我面前 秀你和其他男人的恩爱甜蜜 周周脸色苍白 看起来摇摇欲坠 弹幕又开始骂我 而我已经心累了 不想再跟他说半个字 狗皮膏药啊 周先生请自重 沈郎笑着 牟底却浮着寒光 当初是你选择放弃了宋宁 你们的缘分已经断了 他好不容易摆脱痛苦 找到幸福 你也忍心在打扰他 还是说 他当影后 你不甘心了 这话直击核心 周周爱我是假的 想裁我上位才是真的 可怜他还老脸一红 愤怒道 沈先生 你怎么能这样污蔑我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沈郎气定神贤 不紧不慢地说道 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担当 利用舆论逼迫 算什么本事 况且 当初你是因为你在事业 上升期放弃的宋宁 觉得他爱事 怎么 他当影后了 你就不嫌他爱事了 一旦激起千层浪 这下轮到嘉宾们 看周周的眼神怪异起来 弹幕上骂周周的声音 也越来越多 周周那张还算帅气的 脸青红交错 怒意横生 沈郎却物字轻笑 当然 你也可以说我是在污蔑你 毕竟孰是孰非 你不承认 谁也拿你没办法 我只是想告诉周先生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声未落 沈郎眼神陡立 沉沉微压 如同无形风暴 瞬间压得在场 所有人都面色惊慌起来 而他紧盯着周周 眸色如寒霜 没谁有异物留在原地 永远等你 尤其是你这种负心汉 再敢骚扰我的未婚妻 后果自负 沈郎一战成名 他带着我和周周那个狗皮膏药 冲上了热搜 警号沈少尉为爱冲锋 警号 警号宋宁的未婚夫 竟然是神秘大佬 警号 警号周周求爱撞到铁板 成娱乐圈第一笑话 警号 沈郎的身份 很快被扒出来了 沈氏集团的太子爷 手里握着 大半个京圈的权势 而这档恋宗 正是他投资的 周周和他比起来 连给他提携的资格 都没有 脑残粉 也不冒泡站台了 沈郎还喜提了个新绰号 金龟序 我的微博私信里 全是求介绍 优质男人资源的 有姐妹更离谱 问我朝哪个方向求姻缘 才能找到这么好的男人 我能说沈郎 是自己撞上来的吗 那也是我人生最狼狈的时候 周周和我分手了不算 还广发朋友圈 告知所有人 他和我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 然后我好不容易 接到个广告代言 却遇上了他在圈里的朋友 那女人的恶心嘴脸 和现在的周周如出一辙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 嚣张嘲讽我的样子 宋宁 被周周甩了呀 你也不照照镜子 要胸没胸 要屁股没屁股 你也配得上周周 哈哈 女人要是长成你这模样 干脆重新投胎得了 他笑得极嚣张 还扬言要抢走我的代言 沈郎就是那时候 从天而降的 在想什么呢 沈郎拿着奶茶走过来 依然是我最爱喝的口味 我歪头朝他笑 在想从前的你 每次想到那段黑暗 却温暖的时光 我心里总像喝了蜜似的 泛着甜 那肯定是我更爱你 他俯身 在我唇边落了亲吻 又笑 我那时候就想 怎么会有如此 惹人怜爱的小精灵呢 如果没人认灵 我可就拐回家了哟 哼 就你嘴甜 我贪恋他唇上的温度 忍不住加深了吻 他也用行动告诉了我 我是他生命中的挚爱 宁儿 有我呢 他滴滴地一出一句话来 我压抑地盯着他的黑眸 他笑着捂住了我的眼睛 声音却是深沉的 当年是本来不想提 毕竟他不退出 我也没机会拥有你 但他还想欺负你 他以为 你还是当年那个没人护着的小可怜吗 好的 我懂了 沈郎不是我 他想弄周周 手段多地事 只是不知 他会选哪种方式 很快 我就知道了 沈郎想干什么 他要气死周周 以他的能力 只要一句话 别说 让周周滚出节目组 就是让他滚出娱乐圈 也是小意思 但他偏偏将周周留下来了 然后当着周周的面 故意和我轻轻握握 我从练宗的嘉宾导师 变成了参与其中的嘉宾 还跟沈郎所在了一起 周周几番气得脸色铁青 偏偏又无可奈何 我悄悄和沈郎笑言 你这招也太损了 哼 他活该 沈郎把玩着我的手指 说笑时一偏头 柔软的唇 竟还从我夹边擦过去了 眼尖的嘉宾们 顿时起哄 哇哦 没有了脑残粉 弹幕也清静不少 我羞红了脸 略略低头 沈郎倒是气定神贤 面有淡笑 他这人 向来从容自若 众目睽睽 我劝你们 还是注意点形象 周周忽然黑着脸发难 我都替他默哀 不说话就不会死 但他怕是不知道 沈郎等的 就是他开口 哦 周先生对我们有意见 沈郎的眼神 瞬间锐利起来 明明也在笑 却像极了叙事待发的猛兽 不敢 周周倒也不傻 没蠢到和沈郎硬抢 只不过那憋屈气愤 敢怒不敢言的样二 看得我忍不住滴滴笑出来 他不是挺能耐的吗 怎么着 只会欺软怕硬 遇上比他厉害的 就屁都不敢放了 周周愤怒地瞪过来 我挑眉 缓缓朝他勾了个轻蔑的笑 感谢他当年的分手之恩 如果没有分开 而是在结婚后才发现 他的丑陋嘴脸 那才叫人生悲剧 现在嘛 他只是过客 是我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 接下来考验男生们的耐力 随着规则念出 我都感觉主持人的笑容 逐渐变态起来 居然是背着女生绕圈 这是想摔死谁呢 我背我老婆 沈郎慢悠悠地说 别人背他 我不放心 话音未落 满平地羡慕 而且他是金主爸爸 他都放话了 也没哪个不识趣的工作人员 敢让他抽签 周周倒是不服气地呛了句 你凭什么搞特殊 就凭你的片酬是我发的 沈郎挑了眉 依然是波澜不惊的淡像模样 还有问题吗 周周傻眼了 神色争冲 沈郎满意地拉着我走开 宝 站远点 别被撞到了 弹幕上有人在骂他炫富 他好像看见了 轻吃了声 你们且看且珍惜吧 我懂他的意思 大概率 这期恋宗只有直播 后期不会放上各大网络平台 属于看完就没的绝版作品 小插曲过去 游戏也开始了 总共六组成员 大家一起转圈圈 在规定时间内还能稳住地就继续比赛 其余的人则淘汰 沈郎背我 周周则背了另一个瘦瘦的女生 人家刚上去 他就皱了眉 你到底多重 好一个死亡问题 肉眼可见 那女生的脸色难看起来 但还是好休养地笑了笑 昨天刚撑过 87斤 嗯 好轻 我一个女生都觉得她太瘦了 但是周周那个狗东西 竟然还质疑起来 你虚报体重吧 压在我背上那么沉 你绝对不止那么重 这是什么鬼话 女嘉宾们都惊讶起来 有性子急得更是说道 她看起来就比我瘦 我才95斤 她能虚报到哪去 自己是个细狗 还埋怨人家女生重 你要不行 就弃拳好了 女嘉宾们纷纷对她 我挑挑眉 无声地弯了唇 什么叫不做死就不会死 还真让我见识到了 弹幕上的女网友 也放大招开队 这回可没有她的脑残粉来救场 周周还很生气 我只是说说而已 你们骂什么 话音未落 那女生从她背上跳下来了 导演 我弃拳 女生眼里含着泪花 另外 我需要一个标准的电子秤 来自郑清白 周周大怒 你嚼不嚼情 我就质疑一下而已 你有必要这样闹吗 你闭嘴 女生哭了 而我朝沈郎使了个眼神 她会议的勾纯 工作人员呢 马上送个秤给这位女生 她的话向来好使 女生哭着上秤 果然只有八十七斤 她一把将电子秤甩在 周周身上 妆都哭花了 不是我虚报 而是你不行 扑 我笑了 请把你不行三个字 汗死在周周身上 但是主持人比她可有眼力价多了 立即叫了名工作人员 过来背那位女生参加游戏 周周反倒落了单 没人搭理她 也没谁愿意看她脸色 被人转圈圈的游戏也推损了 转不了几圈 男生们就开始东倒西歪 两人都摔 一块去了 大家玩得兴奋热闹 周周处在旁边 脸色阴沉得像是要吃人 我瞟了眼她 就显雾地别开了眼神 从前年少 总觉得她怀才不遇 是金子就总会有发光的时候 现在再看她 也不过是最普通的杀力而已 丢进人海就找不出来 不出所料 周周的戏狗行为 被挂上了热搜 受全网唾弃 女生骂她不像男人 男生则各种秀肌肉 秀力量 单手抱一百斤的女孩子 都不在话下 我整着沈郎的腿刷微薄 问她 我的体重怎么样 正合我心意 她在批文件 低谋朝我笑了下 换个姿势 好吧 确实不该打扰她办正事 我抬起身要挪位置 她却眼疾手快地 一把将我按了回去 让你换姿势 你怎么还要跑 啊 不是碍事吗 是怕你总拳着 会不舒服 她揉揉我的头发 唇角弯起好看的弧度来 乖乖躺着 我心安 都这样说了 那我自然不能走 只不过侧身躺在她腿上 姿势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于是偷摸了起她的衬衫衣角 皆是有力的腹肌 顿时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 诱惑我伸手 我没忍住 往前凑了凑 可是没等我伸手 她却突然闷哼了声 还猛地伸手挡在了我眼前 嗓音都哑了 又调皮是不是 快起来 我才不要 刚刚可是她 自己要我这样躺的 坏心眼地去掰她的手 她跟我僵持着 白皙俊美的脸皮都涨红了 听话 你快起来 行吧行吧 不逗她了 但是起得太猛 脑子里一阵头晕目眩 我又栽了回去 刚巧她的手一开了 然后就 我落荒而逃 虽然认识已久 也订婚了 但我和沈郎并没有越界 而且 我真没想到她舞的事 还跑 腰上陡然多了只大掌 轻巧地将我带入怀中 那双眸子亮若星辰 又灼热似火焰 没等我说话 热情激烈地吻 便落下来 我软了身子迎合她 只要是她 我心甘情愿 也许是意识到 今夜会和从前不一样 她的闻也温柔缠绵起来 撩拨着我的心 情浓时 彼此眼中只剩下了对方 可就在最关键的时候 房门却突然被敲响了 沈郎咬了牙 我也闭眼不想理会 可是门外的那人 却极有耐心 似乎我们不开门 他就能敲到死为止 特么 优雅金贵的沈大少爷 抱了句粗口 怒气冲冲地起身 我也拳进了被子里 就听他开门 语气极不善地 和对方说着什么 我细听了下 是周周的声音 嫩斯居然跑来 向沈郎讨饶 让他手下留情 呵呵 来得可真是时候 沈郎的声音低 也不知道他骂了什么 就听周周怒叫起来 你别太过分 我只是时运不计罢了 回应他的 是摔门声 沈郎黑着脸回来 他竟然大言不惭地说 只要我不管你的闲事 他就与我和平相处 你说我是不是该 赞助他医药费 去查查脑子 这的确像是脑残会说的话 但我勾了他的脖子 媚眼如丝 长夜漫漫 何苦与傻子计较 周周不会装着装着 真以为自己 对我是深情的吧 沈郎不生气了 兴致勃勃地继续 被打断的事 我也热情地回应他 那等杀风景的人 多想想都觉得晦气 我和沈郎 都没把周周放在眼里 但没想到他发疯了 他竟然连夜发了篇小作文 说我水性洋花 劈腿出轨 说我没和他分手前 就已经和沈郎勾搭上了 是沈郎横刀夺爱 也是我又当又利 我真的气笑了 就想问问 谁懂凌晨被狗咬醒的愤怒 沈郎面有欲怒 你睡觉 我马上打电话封杀他 让他再出来费一声 我都不姓沈 这位爷也是真气着了 但我按住了他的手 你真封杀他 不就应了他小作文里的话 周周也够鸡贼 在小作文里说 要是这篇文不见了 那他肯定遭了资本的毒手 也证明他所言非虚 他是掐着沈郎的脖子 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也是故意来恶心我俩 难道让他嚣张 沈郎谋色泛冷 我从来没在阴沟里翻过船 他倒是好能耐 嚣张自然是不能再让他嚣张的 我摇摇头 他也配 从前我没能力 现在他别想动我爱着的人 这叫是不用睡了 我爬起来给当初的共同朋友打电话 花钱还是花人情都无所谓 反正请他们出来帮我作证 然后我又拉了银行流水 还找出了当初的聊天截图 沈郎惊讶了 你还留有这个 时刻警醒自己 我笑笑 脑子不清醒 太累想放弃的时候 我都会翻出来 看一看 这东西 比什么都好使 看见他 再苦再累 我都会咬牙坚持下去 以后有我呢 他劝我入怀 轻轻说着 我乖巧地窝在他怀里 并不反驳他的话 他的确对我极好 我也相信 他不会违背他的誓言 但我希望我还是我 而不是谁的衣服品 周周的小作文 很快就爆火了 网上又开始猜测不断 网上说什么的都有 而我整理好资料 就喊上沈郎睡觉了 就让猪先飞一会儿好了 一大早 那姐急匆匆地给我打电话 快别睡了 先把周周那个狗东西 解决了再说 别慌 会制裁他的 我出机票 又许了厚厚的红包 把当初的共同好友都喊来了 当然 我只叫三观正的朋友 等他们到了以后 才是我反击周周的时候 朋友们也没让我久等 上午还有直播 就在我和周周互扎眼刀子的时候 朋友们终于到了 周周看见众人时 还猛了下 你们这是 周周 好久不见 你都变模样了 众人跟他打招呼 他似乎也回味过来了 眼神冷下来 你们是跑来帮宋宁说话的 没错 周周 你太欺负人了 朋友们没有掉链子 当这镜头 七嘴八舌地说道 当初宋宁对你那么好 你却抛弃他 你还想他怎样 是你自己主动分手的 能要点脸吗 那会儿你多风光得意啊 分个手都要广而告之 让整个朋友圈都知道 对 是你说你在事业上升期 让宋宁别影响你 人家都忍受欺负 默默同意了 现在你却往人家身上泼脏水 你这么无耻 也不怕遭人戳几亮骨 生生讨伐 眉留情面 周周的脸黑成了煤炭 眼露凶光 我也不知道 朋友们心里有几分真情 几分假意 但达到目的就行了 依然有质疑我的声音 但已经微乎其微 只是周周却抓住了那点机会 历生反驳 你们曾经是我和宋宁的朋友不假 但没想到 你们竟然被资本腐蚀 故意颠倒黑白 好会倒打一耙呀 沈郎眼神泛冷 凡事不扯上资本 你心里难过 但你利用资本肆意妄为 也是事实 哦 你举个例我听听 他虽生气 但风度仍在 满条丝里的让周周举证 气得周周口不择言 你当众说我片酬是你发的 难道不是资本 笑话 这当恋宗我是最大的投资方 难道你的片酬是财神发给你的 这话说的 我都忍不住笑了下 不带这么夸自己的哈 嘉宾们都很识趣 金主爸爸的名头不是盖的 什么都对 只能害死自己 周周怒道 那你也不能说 沈郎不说话了 看向周周的嘲讽眼神 宛若在看智障 一张脸黑了红 红了青 像个调色盘似的 所有人看他的眼神 都满是鄙夷 他招架不住了 又记出了那副 似哭非哭的样子 捂着胸口悲痛地看我 宁宁 我那么爱你 你竟然这样对我 从前我知道你爱慕虚荣 所以才努力拼事业 可是你怎么救 你的意思是 你当初在事业上升期 和我分手 是为了给我 更好的生活水平 我打断了他的话 他也真不要廉耻了 竟然点头 我强忍着恶心 放出了银行流水 和那些聊天截图 以及转账记录 还有 曾经我帮他拉资源的 一些聊天记录 不是他想给我 更好的生活 而是我想成全他 他都烂泥浮不上墙 结果还想攀摇我 证据一出 全场哗然 都是五年前的事了 银行流水 清清楚楚显示着 我给他转过多少钱 以及聊天界面的 转账金额 也清晰明了 至于信息 他说得可清楚了 他跟我说话毫无顾忌 分手时直言 我影响了他的事业 几乎以勒令的语气 逼迫我分手 而在分手前 我帮他各种拉资源的截图 也在 他的脸色 这才慌起来 我冷淡道 周周 这就你所谓的 我爱慕虚荣 你是为了我好 做影后前 你没联系过我 当影后后 你忽然挂着 深情人设冒出来了 你想做什么 谁还能 没双眼睛看清楚 把别人当傻子呢 他惶惶摇头 我没有 我不是 那你也拿证据呀 我吃笑道 是拉个银行流水 给大家看看 你有多养我 还是拿出 这五年来的聊天记录 证明你一直有 在关心爱护我 周周 你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张恶心人的嘴 忽然就跑出来 想占尽我的便宜 弹幕上 已经骂翻天了 周周死死盯着我 一副又怒又恨的样 谁像你 五年前的东西 都还留着 知道我为什么留着吗 那是因为 我要提醒自己 不要再遇上你 这样的烂人 我没那么好心 还给他留脸面 大力挥直球 他脑袋要动手 但立即有人 按住了他 我朝着镜头感慨道 女孩子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幸遇上渣男了 也要及时止损 否则遇上这样事儿的 终生受累 宁可恋爱时心痛 也绝不要结婚后 再哭出脑子里的水 周周被警察叔叔带走了 他虽然够恶心我 但罪名并不大 可就算是这样 我也要告他 哪怕只是让他在监狱 免费七日游 我也不放弃 他大怒 还骂我 沈郎牵着我的手掌 紧了紧 又缓缓松开 毛子里一片冰寒 最终 周周被判了监禁三年 沈郎请来了 全国最好的律师 收集了 他曾经敲诈勒索过 富婆等一系列的证据 送他进的监狱 他在法庭上还咆哮着 说我和沈郎狼狈为奸 想害他 我方律师只淡淡地 推了下眼镜 藐视公堂 行妻还得家 他终于闭嘴 愤恨的眼神 似乎想吃了我 我挑眉 眼神鄙夷 曾经他也风光傲气 是公认的天之骄子 最有望成为有出息的人 可他心理天高 觉得眼配角都是在辱墨他 最终流于世俗 而那期恋宗也如沈郎所料 成为了绝版 无数女粉哭着喊着 要再看一看沈哥哥的风采 但沈郎只在微博里放了一句话 沈哥哥是宋宁专属 而我也继续我的演绎事业 我的爱人闪闪发光 站在他身边的我 怎么能干于平庸 我和沈郎结婚了 在我又一次拿到最佳女主角奖后 我和他举行了盛大婚礼 他与我早就心心相印 双方父母也很满意 余下的日子 只管幸福就好 三年后 我和他有了个可爱的女儿 幸福小家添了新成员 生活更是秘里调有 又过两年 我和沈郎在商场挑婴儿用品 他兴致高昂 颇有又要当奶爸 再为人妇的喜悦 而我满脸惆怅 五年爆俩呀 沈郎人至中年 越发沉稳风雅 只是不经意地笑一笑 那些女店员就红了脸 我示威地挽住了他胳膊 这可是我老公 他笑 宠溺地揉揉我头发 笑道 不管男宝女宝 咱们生完这回就不生了 虽说是在为人妇 但我阵痛发作时 沈郎仍旧慌地乱了阵脚 好在 一切都早有准备 带东西 送医院 然后我进产房 他在外边守着 我痛得死去活来 他也在外边哭 护士都打去了 沈夫人 沈先生在外边痛得比您还厉害 您快快地生 然后好安慰他 我想笑来着 但阵痛来袭 痛得又是一声惨叫 心里倒是甜蜜的 那人在外面很少失态 但此时此刻 他也只是位担心妻子安危的普通丈夫 昏昏沉沉沉地 也不知道痛了多久 产房里终于响起声 嘹亮啼哭 恭喜 母子平安 医生护士的笑声涌过来 我也疲惫地笑了 门外苦后的人冲进来 没看他儿子 倒是红着眼眶 半跪在我面前 老婆 你辛苦了 是很痛 也很苦 但我还是扬了笑脸 恭喜 你又做爸爸了 你也是 孩子妈 他眼含热泪 动情地吻上我的额头 我微微笑 放任自己被疲惫吞没 陷入昏睡中 有他在 天塌下来 也不用我担心 有他的未来 也必然是幸福的